台版特斯拉的電動車 珍珠白 橢圓外型 科技感十足 純森研發的電動車 由意大利跑車製造商設計 2017年在江西完成公路測試 9年多的研究跟研發 終於把車子已經做出來了 當時自信滿滿進去台灣 卻因售價太貴 陸式電動車又是管制品 不能進口販售 純森慘虧實益 但檢調查出早在2015年9月 省委便已駁回的GPS專利 空手入主常委集團 再回頭跟母公司一不合乎 營運的常規支出 申請採購電池 零件組甚至申請特別獎金 涉嫌掏空4.8億 你有沒有掏空公司啊 監督兵分十二路 約談純森十二名營運高層 包括省委的妻子 沈舟令雄 女婿兼董事長特助 張子怡洋 集合主管 房屋主管 財務長等等 紛紛以50到150萬交保 我所賺的錢 全部回到公司 打造台版特斯拉夢碎 甚至七年至今 沒產過一輛車 省委大聲喊冤 賺得全回公司 但卻涉嫌財報不實 隱匿薪資 到底領了多少薪水 恐怕得說清楚 講明白 三零新聞 將會先哨死一雅 一森小組 台北報導